一句感恩 一个鞠躬 一声祝福 慈祭之功拿着竹筒 海报 劝目表格 在人来人往中的购物中心里 向民众劝目 宣导百万会员的概念 展开人间菩萨大招生 不少民众在知道用意后 都纷纷贡献一份爱心 虽然有时会被季节 但是我们这颗心是要 要很坚定 不要说人家不要给 我们就起烦恼 我们要起一颗欢喜心 可能这次 可能他的姻缘还没有 还没有到达 但是我希望 终于有一天 他会被启发的 这项募集百万会员运动 志工从早上 时时到晚上时时 每天12个小时内 以爱接力 参与的志工有99人次 在四天内 共募得了5381位 成为慈祭的捐款会员 击打居民以穆斯林居多 依序下来是华裔 印译及太裔等 在劝募过程中 志工发挥具备各语言的掌握能力 跨越族群和宗教 无论男女老少 一一向大家劝募 启发人人心中的善念 成为慈祭的捐款会员 在购物中心里当清洁女工的诺西亚 早已5年前刚到购物中心工作时 就阴藏看到慈祭之工 到购物中心内办活动 而认识了慈祭 那时 他只是随缘乐捐 如今因缘具足 他自动向志工询问 要如何成为慈祭月捐会员 虽然每个月赚的薪资不多 但他愿意为苦难的人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没有办法 如果我们有孩子很大 我们没有办法 如果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 不认识 因为我们有一个 或是一个 可以帮助助人 募款的用意是 启发人人的爱心 钱的多寡不是问题 只要用心的招募 加紧人间菩萨招生的脚步 相信百万会员的目标 必能早日达到 大爱新闻 林秋芬 林晨璐 马来西亚吉达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